来 您的五块肉拿好了 猪肉细枝 给我来按两个猪肉 要自己嫩的 能强一说耐啊 来 自己听 我还不要的 一个破卖猪肉的 开个玩笑还装起来 牛牛 以后好好读书啊 可别跟他一样 爸 你就让我继续读书吧 我考上江大了 你读书不花钱呀 这一大价都养得起吧 我不用你养 你管好你儿子就行了 去给我自己账 你一挣钱 行 那你就去 你算算饭钱 房租钱 老子养了你这十八年多少钱呢 那他呢 都滚滚都考倒数第一 你们就愿意花钱送他去上学 不是你能跟我比吗 不仅我姓林 那我生的儿子也姓林 你最好啊乖乖嫁人 趁年轻我还能收着踩你钱 我不嫁 从现在起 我不会再换你们一分钱 我现在就走 在这边 恨或是爱 都又不愿成人的孤单 小唐的学费我给 妈 你老婆都那样 小圈才是你的孙子 我们宁愿 不管男马女 只要有些 我们较量才配信你 从今以后 我只认奶奶一个亲人 你们就能 没我这个女儿了 小唐 奶奶 你只会在哪里 你就在 你曾经 一起教学飞 奶奶 我不要 我只要你一直陪着我 嗨 嗨 我 樱外 父亲 我 我想 好 Więc 滚 滚 你个死老太婆 拿个游戏庇护 买台湖 别挡 你个死老太婆 赶拿游戏庇护弄我 别挡着我 买台湖 给孙子做牌子 给我滚 我买吃牌子 李大军 你凭什么起跑人啊 关你屁事 老傻子拿游戏庇护 把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问你 你拿开屋给奶奶了吗 平时你抢我生意就算了 今天还多管闲事 给我等着 等着就等着 我告诉你 上一个跟我动手的人 还在骨科医院躺着呢 你要是想关门 先夜避避暑 尽管 奶奶 我们走 奶奶 这是两件金牌 给您 给钱 不用着 奶奶 我送您回家吧 奶奶 您肚子饿了吗 我想吃面条 他们不给吃 臭老太太的家里 可太狠心了 奶奶 我请你吃 哎呦 总裁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给您取道鸡膏 拿不出 这样 你的衣服换给我 啊 我还想吃包子 好 您乖乖在这坐着 我去买啊 不是 奶奶 你怎么吃这种东西啊 不卫生 你别吃了 不干净 哎呀 啊 干什么呢你啊 干什么呢你啊 啊 看你人模狗样的 怎么还跟老人抢饭吃 你还开扫 你又是谁啊 我 我是他孙女 你看什么看啊 再不走我报警了啊 巧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有你付个新娘呢 是 什么意思 大孙子 你不要跟姑娘那么凶嘛 啥 孙子 你是孙子 这话怎么吃得那么奇怪啊 我想吃面条 他们不给吃 我正好找你呢 你让奶奶空着肚子 出来买菜也就算了 还不给她吃面条 你这么当孙子的嘛 不是你这话说 等会儿 奶奶空着肚子 老夫人前公餐 没有胃口啊 哎我懒得跟你解释 奶奶再回家 走 顾总 给钱 给什么钱 姑娘救了我 你给钱 现在套路挺新颖啊 说吧多少 我不是那个 公餐 你手指吗 总裁来找我了是吧 你告诉总裁我马上过去 千万别让总裁扣我个钱 哦 原来你是司机啊 啊 对 我不能再耽搁了 我这个月工资就 五千 够吗 哎呀 不用不用 奶奶刚买排骨 给了我张游戏卡 这个就够了 游戏卡 这可是价值本 这张游戏卡确实不用钱 你先反抗 价值本 收藏卡呀 排骨签我也给你 真不好到账 我都说你不用给我钱了 啊 不够 不够还想要吧 跟我回家 你俩结婚 做我的孙媳妇 啊 做我的孙媳妇 啊 哎 为了他发病吧 发作起来就像个小孩一样 你别信 怪不得 跟林儿结婚 给你买好吃的 挣的钱 都给你花 奶奶 我 您开玩笑的吧 没开玩笑 奶奶 我以后会经常来看您的 行吗 哈哈 奶奶 做 周连 要和您的孙媳妇 说点小说话 咱们先上车等 你本不小啊 第一次见面 就能让奶奶这么喜欢你 老人嘛 就跟小孩一样 最能感受到 谁对她好 最有耐心了 没关系 能和奶奶开心 也是你的本事 你开个价吧 什么 结婚啊 我们各取所需 挺好的事 我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开什么玩笑 结婚 这么草率的吗 就不要绕丸子了 总裁还等着我回去 多少钱 你愿意和我结婚 你就是给总裁开个车 还开什么价 我要一千万 你给得起吗 一千万 林小姐 胃口倒是不小 我们不妨现实一点 在我们之处的范围之内 我绝不还价 有毛病 懒得跟你讲 廖小棠 学费不交 无故旷课 明天放学前 直接来班退员 钱我马上就攒下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跟我说没用 最迟明天 我们结婚的话 你能先借我给你钱 多装一会儿 多少 一百万 不不不 一万 那个钱我去拿到你卡上了 以后就别去买猪肉了 好好被奶奶 谢谢你 不 我能晚上回去 我还要读书 读书 你不没成年吗 别看了 我肯定到法定婚明了 不然人家怎么跟你盖的妆啊 那你 我本科最后一年 轻工俭学来着 这不是你昨天那个图示吗 对 他来接我 王内王把家里地址发给你 你放学自己去吧 那个 给我找一下我们家最差的房子 啊 先我把东西给我搬过去 OK 这走错地方了吧 这里可是别墅去啊 这个境遇是怎么办的事 我也是刚租的 可能是走错了吧 哟 小唐 奶奶的乖孙喜回来了 奶奶 看来没走错 你不会是拆二代吧 做司机哪来这么好的房子 可能是我奶奶觉得家里寒酸 然后跟我国外的表姐的 姑妈和堂兄姐的 你别摄摄了 明白 小两口说什么悄悄话呢 奶奶不能听 来来来 快进来 走 赶紧把结婚证给奶奶看看 这 是真的吧 没骗我老婆子 你放心吧 奶奶 我跟小唐 现在是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夫妻了 哈哈哈哈 哎 结婚的话 你给了小唐多少彩礼啊 咱们周家 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 彩礼 无金 都不能背贷了我的贵孙吉 奶奶你就放心吧 周琳已经给我钱了 给了多少啊 你也太出门了吧 去个媳妇 只给一千万 丢我老太婆的脸 奶奶 这是又犯了 她的话你别管 走 小头 奶奶带你去买五金 你一刷 奶奶 这些金的银的我都不喜欢 你都不用给我买 你可以不喜欢 但必须得有 拿回去 当摆设也好啊 这都太贵了 周琳赚钱不容易啊 真是懂事的孩子 既然这样 奶奶我 更要给你买了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三样不要 其他的 都给我包起来 好嘞 乖了 奶奶这是又发病了 哎 不包 不包 我奶奶她开玩笑的 包起来 不包 哎呦 这不是菜市场卖猪肉的老同学李小棠吗 我说呢 怎么突然一股子恶心人的猪毛味呢 卖猪肉的怎么了 你不吃猪肉吗 还要和西北方长大的 你 这年头啊 这是什么人啊 都敢装大款了 还要全包起来 呵呵 我就说这包装费 你出得起吗你啊 你个老乌醋 你就这么服务客人 最起码的尊重呢 我就说了 你们拿我怎么样 这尊重人啊 是个体面的人的 而不是给你们这种菜市场的 独老爹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吵 我爱听你说话 说什么呢 你这个老东西 信不信我让保安把你们赶出去 你爸妈没教过你怎么尊重老人吗 奶奶 我让你走了吗 奶奶 你先去外面等我 等我解决完这些讨厌人的苍蝇 我就来找你 怎么 怕了 你在狗叫什么 你以为你在奢侈品店上班 就是奢侈品 你以为自己高高费上了 这些东西你买得起吗 你在闹什么 经理 他是来找事的 他一个菜市场卖猪肉的 他想买咱们店里的正面之宝 怕得起吗你 谁说他买不起啊 周 周 对 我是周总的司机 周琳 看来您还记得我 我们老板 是这样的大客户 我就让他跑腿 所以他认识 当然 以后总裁需要什么 您还在我这买 这次是我们招待不周 您看看你喜欢什么 我直接送 经理 他明明苟障人士 闭嘴 你经理 你怎么对一个司机 悲梦屈膝的 还配吗 闭嘴吧 司机怎么了 你不也是个店员吗 都是服务的 我老公还是一对一的呢 一枚小戒指 你们看看喜不喜欢 周二位 找生贵子 百年好合 这太贵重了吧 我受不起 林小姐 您放心 这个只是起到造型上的作用 不值什么钱的 只是起到造型上的作用 这看起来跟真的没什么区别 不错不错 行完就好 回家吧 对了 管理上的书漏 要去是处理 不然您得考核那一关 估计难过 请说是吧 放心 您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处理 经理 那可是价值三百万的戒指 你凭什么送给他 凭他给你发的工资 什么意思 不是司机 难道是 会计 你的脑子要为你的随意半块就好了 这个可是咱们周氏集团的总裁 周林 南科医院 南南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我好得很 你少骗我老婆子 奶奶我谁说年轻大 把耳朵好得很 这几天我天天挺强势 我怎么什么动静也没听到啊 不是 奶奶 奶奶知道你工作压力大 有时候力不从心 也很正常 这可算家呀 可是南科胜手 奶奶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啊 我老婆子 是没几年可活了 昨天晚上 我还梦见了你爷爷 阿怪我没把你照顾好 到现在 连雏孙的影都没瞧见 哎 行行行 奶奶您别哭了 我和小唐 向你保证 一年之内 绝对让您抱上虫孙子 行吗 哎 干嘛还等一年呀 现在就赶紧的吧 我和小娜 还要享受几天二人世界呢 啊 奶奶 您可别又要使什么花招啊 你把我老婆子 像她什么人了 来来来 咱就把鸡汤喝了 补补身体 奶奶我现在也干不了别的 只能把你的身体调理好 你怕年轻人的事啊 我也管不了了 谢谢奶奶 江还是老的辣 周莲 空调好像坏了 啊 这不挺好的吗 可是我好热啊 你不觉得很热吗 你夸下来 你别摔了 嘘 奶奶听着呢 不是 奶奶是不是给你喂什么东西了 我就 嘘 别说话 嘘 别说话 闻我 我还是觉得好热 廖头 别动了 我去洗吧 你别走 廖头 你现在的状态 我再待下去 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 奶奶掏着的端心 并不足以让我失去理智 我林小桃 自愿留心 夫妻也 这是你说的 你轻轻轻易格吻 我风过敌讳 气氛该是转弯 危险 让你让 把一万里 我 林小桃 你都做了些什么虎狼之事 网上说的果然没错 鼻子大的男人都 嗯 鼻子大的男人都怎么样 没什么 闻 竹林哥哥 我受伤了 他的腿 竹林哥哥 我害怕见陌生人 对不起 那我就想 没事 以后他也不是外人了 他说都夫人那小胖 夫人 你能结婚了 对 半个月前允得正 恭喜你们啊 只是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知道通知我一声 看来我在你眼里 已经是外人了 这事突然 除了我们以外 只有奶奶知道 你好 我在林小桃 你的手 你去医院看了吗 没事 没事 只是玻璃滑了一个小口子而已 周林哥哥 麻烦你们跑一趟了 夏小姐 你可别骗人了 你那哪是小口子呀 你们没看那血 可吓人了 没事 别说了 我已经给周林哥哥添了很多麻烦了 别这么说 都怪我 我只是想捡一个杯子而已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这些事情 你就需要给夏人去做就行了 我说过 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 如果要是一辈子都只能坐在轮椅上呢 哎呦 你们先聊着 我去看看 小桃 你小桃 你在逃避什么 老公 我的承诺永远作数 我对你一辈子 怎么 老公不要了 我在 你们不方便聊天 哎呦 我不是说你啊 话听了一半就开始吃醋了 所以夏里的腿 是因为车祸救你而伤的 对 在车过来的那瞬间 他们自己的身体倒出了吗 小心 你想想想什么 这个恩情 我跟你请话 我和你 一起好好照顾他 两万八 我得买多少头猪啊 怎么不喜欢吗 嫌太便宜了 没有没有 我就是不太喜欢这些东西 别跟我装了 咱们都是女 你费尽心思和周琳结婚 总该图些什么吧 嗯 除他长得帅 除他身体好 我就是觉得用不上这么贵的东西 这连他赚钱也挺不容易的 这样穿真的好看吗 我觉得挺好看的 小唐 你不相信我的眼光吗 那就这套吧 雷小唐 你这个穿的什么鬼东西 别说了 穿的跟个鹦鹉似的 我不在 你怎么眼光变得这么差 小唐 你朋友好像不太喜欢我给你挑的衣服 没有没有 每个人审美不同嘛 所以是你给小唐挑的衣服 不知道还以为你俩有仇呢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哎呀 对不起啊 我坐脸椅之后 就很久没有出来逛街了 这又是闹哪处 你们在干什么 我坐脸椅之后 就很少出来逛街了 我眼光不好 小唐生气了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姐妹 你奥斯卡呀 唐我 一件衣服而已 而且夏丽也不是故意的 她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重新借出外界 多照顾一下她的感受吧 是啊 我的错 都什么人呢 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走 姐妹今天带你找回场子 男人姐姐好 怎么呀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你这人还可以呀 你以为舍得跟你一样 第一个男人就结婚啊 性子就是浪费青春 来 今天不醉不归啊 好 下一首小酒窝 谁要跟我一起唱 来来来 发情发情 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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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看着有点眼熟啊 我想起来了 她长得像我老公 林小唐 你给我过来 你听听看这声音 这感觉 简直一模一样 行啊 桃婉 找的就是高房版的周莲啊 连手感都一样 神奇死了 晚上回去下手轻点啊 林小唐 你胆肥了 大半夜不回家 去跟别的男的甜蜜对唱 你吃醋了 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 好好反省一下 你那么凶干什么 你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过来 我跟你讲 你才要好好反省 你凭什么不分 七红皂白的制造 还有维护别的女人 我才是你老婆 我知道 错了 这还差不多 你是我的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做了点粥 小唐还没回来吗 你们俩因为我闹成这样 我挺内疚的 周莲 跟谁聊天呢 夏琳 这才早上七点钟 你这么早 有事吗 我正好在附近办点事 既然醒了 那就吃点早饭吧 刚好 夏琳给我们准备了粥 夏琳 你真 真贤惠 怎么了 还不出毒怪你 累死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有空常来家里坐坐 问子不送 多小带点刻意了 我乐意 行 开心就好 快去吃饭吧 我去上班了 拜拜 拜拜 周林 周总 您准备装司机 装到什么时候呀 装司机 快了 那夫人要是知道 您隐瞒总裁身份 他会原谅您吗 还在我面前修复来 连周林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 当我正式向他求婚的时候 我会向他解释 求婚 你小唐 准什么你就能轻易得到周林 也更允许 和一个只见过一次的男人闪婚 小唐 勇气可嘉呀 缘分而已 是吗 那你了解周林多少 或者说 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真实身份 什么意思 他不就是个普普通通开车的司机吗 司机 你自己看 总裁 不可能 他不就是个普通的司机吗 林小姐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自己去求证了 原来你是司机啊 对 肯定是我奶奶觉得家里寒酸 跟我国外的表姐的姑妈的堂兄姐 这 对 小唐啊 咱们都是女人 我不忍心 看你不明不白的被男人骗 还有这个 我想 我有必要让你知道 你为什么要对小唐隐瞒身份 谁能保证他不是为了钱 我必须有所防备 周林 你们司机平时都穿这么正式吗 对 主要是我们老板他比较注重这方面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走啊 难道小唐发现去婚戒指了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有事瞒着你呢 别瞎想了 乖 我去什么了 周林 我给过你机会的 奶奶 对不起 小唐不孝 不能陪你了 再见了 不属于我的一切 小唐回来了 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 哎呀 我和你阿姨想你了 这不是来看看你吗 我呸 别说这种恶心人的话行吗 现在 请你们两个离开我家 你 哎 小唐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我们奶奶也是担心 你在外面过得不好 你看你这住的都是什么地方啊 已经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一个女孩子 何必过得这么辛苦呢 我这么辛苦 难道不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吗 现在跑过来哭粉 晚了 说话何必这么难听呢 我们啊 前来是有事跟你商量 我们给你找了面亲事 对方愿意出十万彩礼呢 怎么 你那个蛀虫的儿子 又开始有失学钱了 又把主意打到我身上了 怎么说话呢你 那小天毕竟是你亲弟弟嘛 我妈只生了我一个孩子 哎 你等我把话说完了吗 对方不止出十万彩礼 还愿意出钱给我们修房子呢 这么好 你怎么不敢嫁给他 闭嘴 你瞅你那副臭样子 三聪就得你懂吗 那李大强肯看上你 那是你修来的福气 李大强 就是那个坐在村口 离过两次婚 还酗酒的瘸子 林华峰 你就不怕我妈半夜过来找你吗 定酒不吃吃罚酒 早该动手了 跟他费什么话呀 这下妥了 这一次 我看你还怎么会到周林身边 定酒不吃吃罚酒 爸 爸你放我出去 你不是要钱吗 我也要钱 我都给你 爸 现在服软 来不及了 这彩礼钱呢 我都收了 爸 你不就是要那十万块钱吗 我去凑 我借 等我赚了钱 我在城里给你买房子 求你了 爸 你放我出去吧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好好等着嫁人 我嫁 我愿意 你能不能先把我把绳子解开 我想上厕所 别听他的 这死丫头狡猾的狠 你要给他解开了 他跑了怎么办 你不是想上厕所吗 我去给你拿尿壶 你别烧花样了 手机啊 现在我这放着 等你结了婚 入了洞房 我再给你 林花峰 我是你女儿 嫁出去的姑娘 喝出去的水 小天 才是能够给我养老送综的 林家香花 不到最后一刻 我绝对不会认输 小汤 我要找小汤 奶奶 已经把很多人去找了 您别急 奶奶你别哭 小汤他走了 我陪你啊 我不要你 我只要小汤 阿林 可以帮奶奶找小汤 小汤 你为什么一声 不肯抛下我和奶奶 到底去哪了 没事 小汤也太狠心了 一声不吭就走了 一点也不顾及奶奶的身体 他要是真的爱你 他能说走就走吗 一定是我委屈他了吧 喂 把所有人撤回 不必找 这李大强三花还能娶到林家那个大学生 真是好福气嘞 一个丫头骗子 懂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 找点嫁人才是应理 对嘞 过了二十五啊 就不值钱了 就是就是 快开门 我要上厕所 叫什么叫 那不是有业服吗 别想耍花招 进了这个门 你今天就别想跑出去 阿姨 求求你们了 我也是被强迫的 你们就放过我吧 难道你们没有女儿和孙女吗 我看你是读书读得老子坏掉了 这女的家人天经地义 人家大强还给了十万彩礼 你就知足吧 难道我这辈子就这么毁了吗 奶奶奶奶奶 我热 我要进去吹空调 哎呦 要走别呢 新娘子在里面呢 不能进去 知道不 我不管 我不管 我就要进去 你就让我还进去吧 一个小孩子能坏什么事 要走我的乖子 走吧 让你进 小帅哥 你在玩 贪吃什么吗 嗯 姐姐这里有巧克力 你要不要吃 我还要 没了 就这一个了 不过姐姐家里还有好多 那你去哪呀 要不这样吧 姐姐呢 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姐姐家里不只有巧克力 还有奥特曼 还有比你这个高级一百倍 可以看动画片的平板电脑 姐姐都送给你 那千万不要告诉你奶奶啊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嗯 初恋求求你 接电话呀 必须吧 周总 您先接吧 没事 你好了没有啊 要走 您把手机给我了吗 难道是小唐吗 喂 初恋 快来救我 我在 教祖你在干什么呢 这孩子特机灵 我刚给他巧克力吃呢 骂死我 孙子可是村里最聪明的蓝蛙 教祖 姐姐明天再给你吃巧克力啊 好 好 赶紧走 赶紧走 朱莲 你能找到我吗 小唐 喂 小唐 找 都用所有关系 一个小日之内 把小唐找到 小唐 小唐 你好 这个女孩您见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小唐 小唐 你好 这个女孩见过吗 没有 你们是来找麦珠佑那姑娘吧 那天她父母来找她 哎呦 吵得挺凶的 那您现在知道她去哪了吗 不知道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我听说 什么回村里嫁容什么的 去小唐老家 今天可得好好闹闹洞房 我今天就得看看 这女大钱 到底值不值十万块钱 周莲 你快来了吗 你说 别过来 哎 新娘子还害情秀来了 水灵 真水灵 放开你的手 真香啊 你说这大学生 这骂人都好听 李大才 我跟你说 你这是逼迫妇女 不是要坐牢的 说我没法了 老子告诉你 在这个村里 老子就是法 你爹把你十万块钱卖给你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人了 哎 强哥 强哥 你跟嫂子大喜的日子 别吵架 抓紧 正事 看 是吧 对 上结婚 来了 放开我 一二三 臭女儿 大学生就是带劲啊 哎 强哥 城里人结婚 亲嘴 哎 对 强哥 嫂子不是从城里读了书回来的 今天啊 你们高低给我们表演一个 那是 强哥 来吧 啊 啊 滚开 你臭小孩 你敢跑啊 你这冲酒不吃 吃罚酒啊 你不是要脸吗 我今天就当着他那妙伴了 啊 不要 放开我 住手 住手 谁 周莲你终于来了 对不起啊 我来吃了 谁 你谁啊 你你当着我面子带礼帽吧 把得罪给我堵起来 哪来的小白脸 敢在这闹事 不想还你啊 哎呦 不 说错了 一个都不要放过 不知哪里得罪这位贵人呢 你们得罪的不是我 是我的夫人 夫人 小唐啊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咋不告诉爸爸一声啊 不然 怎么能闹出今天这场误会啊 误会 我真是嘀咕了你不要脸的程度 小唐 我和你爸也是想要你有个好的归宿啊 我们真不知道你那情是这种人 铁眼了 我恶心 那闺女啊 这次是爸爸错了 您就饶了我们两个吧 惨在 让你对你那么好的分上 我妈当初生病了 你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气得她自杀 不考上大学 你逼我辍学 让我打工养你的废物儿子 还有今天 为了十万块钱 把我嫁给一个三婚的家暴呢 这一桩桩一千件 你配做我的父亲吗 你想怎么做 报警 绑架 非法拘禁 我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谁有人指示我们的 谁有人指示我们的 谁指示的你 他叫 小唐 你怎么来了 我太担心小唐了 听说有他的消息 就立刻叫人把我送过来了 小唐 你没事吧 我就没见过像你们这种妇女 非让自己的儿子过上好日子 去害自己的女儿 真是丧尽天灵 你 我要是 我就认罪 可别到时候 把自己的儿子也打击 你 闭嘴 快说 到底谁指示你的 没有谁指示我 都是我一手策划的 我就是恨你 你跟你那个死心的妈 你这样让人讨厌 是我把你打赢 把你带出来 也是我为了钱 比你嫁给李大强 那些都是我干的 跟你爸爸没有关系 你弟弟更是不知道 你要是想报仇 就冲我来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他们带走啊 从今以后 我跟你断继 父女关系 以后 我就当你死 谢谢你来救我 周总 对不起小达 我不该向你隐瞒身份 不用道歉 毕竟 谁能保证 我不是为了钱 来接近你呢 我承认 我一开始确实对你 有所防备 当时后来 我是真的爱上你 我原来打算 在你生日的时候 向你坦白的 但是你突然就消失了 我要怎么做你 才能原谅 看在你救了我的分上 我给你个机会 看你表现吧 谢谢老婆 奶奶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咱得跨个火盆 去去晦气 换 听奶奶的 哗过去了 以后就平平安安了 平平安安 林小棠 凭什么你的命就这么好 废物 竟然让林小棠 活着回来了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林小棠的清白就毁了 钟林的动作太快了 那就再想办法 我绑架下毒 这么多种死法 你疯了 我就是疯了 凭什么 不非他断了一条腿 他都不爱我 林小棠一个臭卖猪肉的 他哪一点比得上我 周林要是知道了 我们俩都没活路 那就一起死 谁 谁 老太婆 哪里跑 看来你都听见了 你的腿早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一直都在装学 我要是不装学 怎么让周林心甘情愿地咬着我 我就是要让他一辈子有愧欲 我配死 老唐的事 也是你做的 对不对 他跟你无冤无仇了 你为什么要害他 无冤无仇 他抢走周林 就是他犯了最大的错 凭什么 他就这么好 让你们所有人都这么护着他 他心思上眼 单凭这一点 你一辈子也比不了他 早知道我就该再恨一点 直接杀了他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要去告诉周林 老实点 老太婆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告诉他 他在你曾经对我还不错的份上 我是让你没有痛苦的事 奶奶 奶奶你在哪 小唐 什么小唐 你好像听到奶奶在叫我 哪儿 奶奶 你给我闭嘴 哎呀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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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怎么会一个人跑到那去突然摔倒呢 发现你来的地方 结果我就很很久 医生 我奶奶怎么样了 病人摔倒后脑部先着地 受到很大重疾 很大概率 会变成植物人 他真变成植物人了 老太婆 成了植物人 算你命大 别着急 你就老老实实的躺在这里 永远都别醒过了 夏琳 你跟奶奶说什么呢 我 我 我是求奶奶快点醒过来 你怎么回来了 我来那边练 辛苦你帮我照顾我奶奶 不辛苦 今天就让我陪你一起照顾奶奶呢 夏琳 周莲 周莲 奶奶手 你手动了 我去照医生 太婆 你可千万别醒啊 奶奶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奶奶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奶奶手里钻成钮扣 夏琳 说该不会是奶奶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吧 会不会是害她的人身上的扣子 你说的有道理 但紧平一颗扣扣也证明不了什么 说的也是 也许是奶奶不小心从哪抓的 这件事你先别跟着路说 免得她白担心一下 嗯 你说的对 也许是我想太多了 嗯 蠢货 来 家属请先出去 好 医生 我奶奶病情怎么样了 病人还是无意识状态 怎么会呢 她手动了 我亲眼看见她 雪棠 你别去动 那只是病人的肌肉记忆而已 那个死老太婆 变成植物人了都不得安分 还扯掉了我衣服上的扭扣 衣服你已经扔了 你没扣子 证明不了什么 再说了 你不是已经唬住那个蠢女人了吗 林小棠那个蠢猴不足委屈 但是让周琳发现了什么 她一定能查到 你想怎么做 人和纽扣 一起交屎 你家老爷子都成植物人这么多年了 怎么突然醒过来了 就多亏了白大师 小棠 他们说的白大师好像很厉害 你要不要也去求一求啊 你好 请问一下 白大师是谁啊 小姑娘 我不方便讲的呀 我奶奶都婚明好多天了 求求您了 这随便说两句话就有这么多钱拿 记住 滚好你们的嘴 白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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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林小棠 什么是你 夏琳 你在干什么 我是小棠啊 今天不是愚人节 你赶紧把我放开 蠢货 你的腿 你的法样 和那老太婆一模一样 什么意思 奶奶出事能够跟你有关 那天晚上 我们要是再晚了一分 那老太婆 现在就已经躺在棺材 是你害了她 为什么 奶奶对你那么好 谁让她知道了我的秘密 听到了我害你的真相 不对了 你被绑回村结婚 也是我拿枪指示你父亲干的 可惜啊 周琳这么快就把你找到了 否则 你现在就已经被毁了清白 活在那安无天日的小山村里了 为什么呀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给我闭嘴 我知道吗 我为了和周琳结婚 动伤了我这双腿 差点就站不起来了 可是他被你抢走 所以 我一定要毁了你 连你的生命都能拿来做堵住 你简直太可怕了 别用这种眼神抗 你追求我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有什么错 你跟我说 你把扭扣从哪了 乖乖交出来 我让你走得体面 你不觉得 这一切都发展得太顺利了 你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 你的死骑道 周琳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你还想脚便是 这个微型摄像头 已经清清楚楚地 录下了你的罪行 小偷 你设计我 你不会真的觉得 我会蠢到自投罗网了 所以 这一切都是你们策划好的 为什么 我哪一点让你们怀疑了 根据来说 我们从未信任 从发现那枚钮扣开始 那枚钮扣 我曾经在你身上见过 所以我决定将计就计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奶奶手里攥着的钮扣 小棠 他们说的白大师好像很厉害 你要不要也去求一求啊 你别怕 我和保镖就在外面 我不怕 我可是拿过杀猪刀的人 这点小场面不算什么 只要能为奶奶长到真相 让坏人付出代价 骗我 你们都骗我 初琳 我最后给你一句话 你到底有没有哪一刻 对我心动了 没有 从你假装残疾 捆绑着我的那一刻起 你就应该知道答案了 都怪你 自从你出现以后 这一切就都变了 是你抢走了 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我不甘心 今日 郊区送后案的主犯夏某 在法庭上 对自己曾经故意 伤害老人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悔 当初你要是不扑过来 咱们早就毫发无损地出去了 现在呢 你看看你 那我想着第一时间去救你吗 我可是扛过半头猪的女人 用得着你保护 现在好了 住院了 老实了 给 我早就想躲躲清醒了 公司那些烂事 现在躲好了 我还能陪着奶奶 还有老婆天天陪着我 怎么了 金明叔 你是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可能呢 我爱工作 工作爱我 这还差不多 让我看看今天有什么菜 怎么了 老婆 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吃红烧肉的吗 那个 好像是迟了 什么迟了 哎呀 就是 有了 有什么了 傻小子 你要当店了 奶奶 爸 你这样是不是太夸张了呀 小屁孩 再不夸张点 你妈都让别人抢走了 我拿点零食过来 再来看电影 好 小藏 干嘛呢 周末有空 要不要一起回学校过来 不就是妈妈老同学吗 爸爸 你这自己 太没有信心了 你个小屁孩 你懂什么呀 这就是男人的好胜心 目标出现 迅速进入戒备状态啊 耶 收到 去 妈妈 哎 宝贝 老公 你们怎么来了 不是说 今天下午要开会吗 爸爸说了 现在是也没有 接妈妈下班中要 出坛子班咯 这是我同事 江志 也是小棠的老同学 你好 你好 我是周琳 小棠的丈夫 既然碰上了 大家一起吃个饭吧 就去咱们上学常去那一家 小棠你最喜欢吃的 怎么样 不用叔叔 外面餐厅不卫生 我们家里有米其林厨师 我妈想吃什么都可以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哦对了 以后太晚了 非正式的工作消息 就不要给我发了 晚上的时间呢 我还要留下来 陪老公孩子呢 走 回家啦 陪老公也不合 Suff 一期待